五角大楼预计期,八年内有能力抵御中俄高超音速武器威胁,美国2011年高超音速试验是意图,美国国防部照片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们说美国将在未来期,八年内拥有抵御高超音速武器威胁的能力 此前五角大楼官员说美国目前还没有十分的把握防御中共与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 格里芬,2018年8月8日出席一场活动美国国防部照片,国防部主管研发与军事工程的副部长迈克尔格里芬 Michael Griffin星期四,2018年12月13日在会见媒体时被问道 国防部距离掌握防御超音速武器可行能力,还有多远是几年 马塔回答说是几年,不是几个月但也不是几十年格里芬还说美国将在2020年代中期拥有能发挥作用 的高超音速武器防御能力砂纳汉,2018年10月26日出席一场活动美国国防部照片 在同一场合与媒体见面的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Patrick Shanahan 补充说格里芬的预测是对的国防部正接近 制定一个相关的具体研发项目,并设定完成日期好 让国防承包商采取行动,安排研发工作 格里芬上个月在华盛顿一场活动中说 过去十年中共一直在研发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美国虽然已经完成了所有高超音速武器的初 不研究但是美国不将其武器化的决定使得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研发 与中俄相比有点落后 不过他说既然中共与俄罗斯已经将高超音速技术武器 话美国必须做出回应 格里芬说我们在回应方面有点滞后了 不过我们会很快赶上并超越他们